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又回来我们科学新资的节目 现在是2023年6月完美的一次科学新资 这次大家又看到又只有我一个 原因很简单,因为台长外游 但大家知道台长外游不是放假 它一直在外游的时候继续有内容供给 又会有其他新的节目内容 大家就密切期待它回来有好节目 在这个星期我看月档的时候 我继续搜集到一些 我都觉得很重要在这个星期会发生 以及已经发生的科学新闻 其中有一些都与天文和宇宙有关 另外有一些是与能源议题 以及一些生命科学有关 我都会一直找些跟大家谈 我们回到现在画面上 看到这个天文的新闻开始讲气 究竟里面是讲什么的呢? 故事容许我讲远一点 从大约是九年前十年前开始讲气 其实话说在最近这十年左右 我们在天文上透过一些望远镜 去尝试去找一些我们比较银河系 以来近的东西 我们集中去找一些什么呢? 就是找一些在我们的太阳系 以外的其他太阳系上的行星 我们看看会不会找到一些 是很像与我们的地球相类似的行星 甚至我们会再问深一点的一个问题 就是究竟会不会出现到 有其他的行星 也有差不多可以引用到 我们这样的形式的生命条件呢? 其实最归根结底最后的问题 除了问这个宇宙的起源之外 一样我们就会去问下去 就是说人类生命的起源会是怎么样呢? 那我们就希望透过天文观测 帮我们进一步去逼近这个答案 在这十多年以来 其实我们有很多新发现 如果一个比较重要的 你数回2014年 是说一个叫做由Kepler 这个望远镜 就是已经是说上一代 旧款的那些望远镜 专帮我们看一些比较近一点的 是我们太阳系以外周围的太阳系 我们尝试利用它去发现 有没有一些新的行星在周围 以及量一下它的行星的位置 周期 它会不会在一个移居带里面 其实在2014年已经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发现 还是刊登在自然期刊 后来再隔多年多 2015、2016 已经又再发现到 又是类似那些 Kapler 452b 这类 这类偏号的一些 太阳系以外的系外行星 而且我们都愿意相信 它们都是处身一个移居带 也都就是说 在那个行星上面 它除了它的大小和我们的地球差不多之外 它亦都会是处于一个平均温度 是在水的这个处于液体时候的温度 就是我们理解的涉事零到100度 一个这样的附近 当然实际的 就是那个仔细的参数 又要视乎它的大气是怎样的 气压是怎样的 如果回来我们现在画面看到这件事 其实又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 其实去到2018年左右 我们已经可以找到很多很多 其他太阳系以外的行星 而且也数到很多个 是会处于一个移居带的地方 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 就是画面上看到一个叫Trapes 这个系统 这个Trapes系统 它是另外一个太阳系来的 它这个太阳系是怎样的 它有一粒很微小很弱的太阳 弱到是怎样呢? 它大约等于我们的太阳 应该是十分一不到的 然后正因为它的质量这么小的关系 它的表面温度会很低 它上面的核聚变反应也非常不满烈 所以它如果有一堆氢气在这里 纵使得很少 它是很绵长很漫长 很久很久都消不完 现在我们所理解的 就是譬如Trapes这个系统 它是比我们这个太阳系 是年老一些的 我们太阳系大约是50亿岁 就是我们的太阳形成了50亿年左右 但是在Trapes系统 这个微型太阳仔 它应该是有76亿年那么久 就比我们老一些 但是因为它的核聚变反应很弱 反而令它更陰一点 可以一直发微弱的光 出微弱的烟 维持这个状态很久 在这个Trapes系统 如果大家看看我画面 我的头盒顶上那几个波波 其实就是围绕着Trapes系统中心的太阳 外面那堆行星仔 很有趣的发现就是 当初Kepler人造卫星发现 就是拍摄它的时候 是一次过发现了六、七粒 这些这样的行星 它跟我们的地球金星的大小差无几 而它们同时都处于在宜居大 所以相比于我们的太阳系 我们声称符合宜居大条件的行星 勉勉强强就是地球和火星两粒 但是在Trapes系统 它一次过有这么多粒 都可以满足到这个宜居条件 接着下来你可以问 上面会不会有生命呢? 或者不要问到这么尽 上面会不会有一个可以引用生命的条件呢? 这些也很有賴我们现在的仪器 是可以认识到挺好的 如果大家都留意 在画面上面有James Webb Alice Wood 这个字眼 我们知道 在近年我们发射了这个 James Webb 这个天文望远镜 它拍转的也好 拍近的也好 所以我们用它来拍摄我们以往找到的Trapes系统 其实又会有新发现 我们很期待我们会不会有能力找到太阳系 是意外的系外行星 进一步就会问 可不可以认识到这个太阳系 系外行星上面的地质 甚至乎它的大气成份 甚至乎就是说 会不会认识到它上面有机化合物的讯号 当然最长远的 会不会甚至认识到它有些气候的迹象 这些我们就很期待 可以看得到的 现在正正是刚刚这个星期 又是在自然期刊发表 一个我都认为很重要的结果 就是当我们隔了一下不够十年时间 再用一个新款的James Webb这个望远镜 再看这个Trapes系统 我们就已经能够了解到它 它的地壳上面的地貌 和它的艺气上面的合成会是如何 在这次的发现中 这个Trapes系统 我们就集中看看Trapes 1C 这个行星 即是说 如果你将它由近至远去排列 最近中心的微型Trapes 太阳仔 那颗就叫A的行星 第二颗是B 这颗Trapes 1C 就是第三颗 你会不会类比我们的地球 都是水星金星地球 我们排第三颗 但要留意 这个Trapes 微型太阳 它自然有个很微型的太阳系统 如果你将它由A,B,C,D,F,G,H 就是8颗 全部去和我们的太阳系比较 我们 你会发觉 就算是水星这个轨道 就是水星和太阳 那么近的距离 你已经可以把Trapes 连在周围 8颗行星的轨道在里面 就是说在这个Trapes 这个小太阳系里面 它真的很小 它外面那8颗的行星 就是处身在距离它的太阳 非常非常近的地方 近到一个地步 就是比起我们这个太阳系里面 水星和太阳的轨道还要近 所以真的近得很重要 其实也因为这么近 我们对于这些这样的行星上的气候地貌 我们也有少少的预估 我们自己的地球 它是有个大气包 于是我们地球 我们说的天气 是相对比较少受到太阳的活动去影响 我不是说不受 譬如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太阳系里面 太阳黑子活动11年的周期 当太阳黑子活跃的时候 也都对于我们地球的气候 生态是可以有一个度得到的影响 你可想而知就是 在Trapist这个系统 它那些行星距离太阳 还近那么多的时候 这个太阳外面的大气活动 是更加容易直接影响到这堆行星 它们上面的大气成分和温度 我们就尝试一下 由我们的知识结合一些模拟 再加上这个策略 看看是否符合 其实在画面上有一个图 我尝试解一下 虽然是一堆英文 其实在他们的理论的估算里面 他们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这些行星上面 是有少少的异样发碳 还有那个表面比较多石球质地的表面 就是普通蓝石 然后就是和一个另一个情况 就是如果那个大气上面 是很厚的二氧化碳的时候 它给出来那个反射光的讯号是怎样呢 那我们不难明白 我们地球都会反射太阳光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站在月亮上 我们看回地球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蓝色白色的星球 因为是我们的地球 它反射了太阳光 当然了 你那个行星上面 不同的质料 你反射出来的形态也有不同 你的大气厚点薄点 影响到它的蓝色 跟着你上面是石球的质料 也会有影响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有趣 就是说 似乎我们的测量 是比较符合一个理论估算 就是这个TRAPPIST 这个小太阳 是上面的第三粒 这个行星仔 TRAPPIST-1C 它的外面应该似乎是 只有一阵很稀薄的二氧化碳 再加上它的表面是有一个 比较岩石的表面 岩石多的表面 而就不像我们的金星 就会有一个很浓厚的二氧化碳的大气 就算近日晚天气很好的时候 你很容易发觉在日落的方向有颗很光的星 一直在这两三个月都是很显眼容易看到的 甚至去到夜晚是八点九点 你都会看到的 那一粒其实就是金星 金星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比较浓厚的大气 亦都令到它的反光能力高 当然它亦都近我们 所以我们看来亦都光亮 现在我们其实就 憑着我们在实验室物理的指示 我们知道 这个大气有多浓厚 它的成分有不同 影响到它的反射的光度有不同 或者换一句话 就是它对于不同光的吸收程度有不同 如果它吸收少便会反射多 如果它吸收多便会反射少 那如今星的情况就是 它的反射就会多了 在这里纯粹嘗试粗略去理解 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凭着 那个量度TRAPPIST-1C的行星 上面反光的程度 就可以大约为我们估计到它的大气成分 其实这个故事就是这样说 就是由它的反光程度 就因为是和它的大气成分有关 我们现在反过来 我们就有一个估计就是 由James Webb望远的结果 如果我们大约知道 这个TRAPPIST-1C的系统 就会是比较稀薄的大气 你当然可以问为什么 比如我们的地球和金星的大气很浓厚 水星和火星的大气很薄的 这个又要问回 其实就是和它们的星形成 和它们有多受太阳的影响 现在我们知道 就是这些这样的TRAPPIST-1C 对应的行星 它们很接近它们自己的太阳 所以它们的太阳上有什么移动 有什么的太阳大气外层活动 而那些活动很多时候 就是和太阳风有关 就会很猛烈地很容易干扰到 它周围那堆行星上的大气 简单来说就是吹走 即它有一个机制 将你的气体很容易 偷离到那个行星自己本身的万有引力 这会不会是其中一个我们理解 为什么这堆行星似乎都是好像光吞吞 没有什么大气 大致不然就会想 如果它连大气都没有 它还会不会那么适合这个孕育生命 其实这里也可以帮我们解答答案 如果你想问TRAPPIST-1C 这个星系统 大约可以在天空上什么方位找到呢? 它大约在这个水平座附近 你如果看抬头望天 如果有天文体星的人 很容易找到什么猎户座 另外一个就是飞马座Picasus 一个大四方的星座 在这个大四方的星座 比我压着南边下边的位置 大约那些水平座的位置 其实就是TRAPPIST 就是处身的地方 但不要想着你可以很轻易地用肉眼看到它 因为这个太阳是非常弱的 所以你预料是用望远镜 来帮我们去看 但是我们现在纯粹知道它的方位 在那里找牌 由TRAPPIST的意思 你知道它和修道院有关 如果你说香港去见这个字眼 最容易见到十字牛奶 我们现在就很期待 这次TRAPPIST-1C 这个行星的发现 就帮我们理解到 第一次理解到 在我们太阳系以外 其他太阳系上面的行星 地质和生态的情况 我们第一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了解 将来我就很肯定 一定就有更多的了解 所以这件事就先说到这里 但是这次未完 我还有一两样比较测试的东西 跟大家去更新一下 在4月尾的时候 我们都很锐意地去追踪 Elon Musk 他射的新的运载火车 那个Super Heavy 因为他用到有史以来最强的推进器 但都知道 升空3分4分钟左右 他就持我毁灭了 我们就说 预遇了自我毁灭 又解释一大论 就是说 他们在用一套 比较测试成本的开发的一个系统 于是他预遇了 有些东西是先破坏了 然后就不要用无限的时间 无限的金钱来 借在第一个版本做足所有东西 其实在这一个多两个月 其实是一路有进展的 比如在刚刚这次 他们又将这个火箭 未来会发射的火箭 的前面那部分 就是前面那部分 就是当你整支上去之后 之后 之后中间有一支脱出 只剩下前面那部分 就继续向前飞 在早一两天 其实他就重复测试了前面那部分 而在较早的时间 我们有发生了 但是我们没有刻意地去追踪 就是说 那个发射台的冷却系统 的工程也进行了一个测试 在这次的前面那一节 那段火箭就有六支 由六支的噴射推进引擎 来推进去 在早一两天的时间 曾经点火不妙再关上 就试一下引擎能够好吗 就是推进力够不够 那你可以想象到 就是将这些初步测试完之后 在下一次的时候 也会重复回 好像四月底那次那样 就会再将前面这小小小小火箭 就放在整个 Super Heavy的推进器那里 再一次的发射 很有趣的 因为他用一些 就是用一个比较新的工程管理模式 来发射 在第二次的试射 比第一次就不只是改进 那么简单 而是有些东西 是换了一个 比较不同的发射过程 其中一个Elon Marks 在这个报导有提到 就是说 他就会说 在今次这个二级推进火箭里面 整支上去之后 他下面重的那支推进器 还没关系 他就会继续推进过去 就是用一个比较热推进过程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下面那支还没关系 你就已经吃完 上面那支就写出去了 他们就认为 这是参考前苏联和俄罗斯 他们用的这一套系统 他们认为这个过程 在工程上面 是更加容易控制到 最后发射的成果 这一个 现在究竟要等多久呢? 当初4月尾的时候 就等4-6个星期 但是现在这一刻 又说要再等多4-6个星期 才有下一次的发射去发生 就是值得留意的 因为这一个有时以来 推进力最强的火箭 一旦试射成功 其实就很决定到 就是说 我们那个去登陆 再次登陆 Artemis 计划 甚至乎 未来如果有一些 是要去火星的计划 都是会运用到 这个新一代的火箭 来令到我们将任务 就执行得更加快速 和运载量更加多 接着要上太空 要解决问题 有何只剩下火箭推进引擎 大家看看画面 这位女太空人手上拿了什么 我很喜欢拿这些无聊的 有趣 但其实有很重要的东西 跟大家说 其实她拿着一个 是一个太空人在太空站里 拿来过滤尿液的过滤器 原来在过往 大家其实都不是什么秘密 你太空人上去太空工作 你喝下去的水 你排出来之后 就不是就当垃圾扔的 它是一定会循环 可以回收 令到你可以拿回干净的水 拿来喝 或者拿去其他药物 好碟也好 实际的回收 不只是由人喝下去 由牌子系统的回收 那么简单 而是就算 你呼吸和流汗 出来的那种水 都会由太空站 或者太空仓 即是火箭太空仓 里面的那些抽烧系统 将那些水分收回来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 在每一次回收 就尽量将那些水分 我可以说 将那些H2O分子 几乎每一粒都收回 越多就越好 其实以现在的科技水平 这个回收率 都是达到百分之九十三 九十四%左右 即是说 你喝一百滴水 最后都会有七滴 是要浪费的 浪费就浪费在哪里 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说 当你最后那些脏东西 浓度很高的时候 你就很难在里面 很有效地再抽取 一个干净的水 可能你再硬泪出来 总会有些脏东西 那些你也不会喝得回 但现在很有趣 大家在这方面 都是想大越小水越好 希望将这个过滤的能力 提升得越高越好 在这个礼拜最新的报道 就是一个我认为是好消息 就是说 在太空人 在太空站里面 用到的这些过滤器的效能 过滤器的过滤能力 已经由94%提高到98% 它就有能力将一些更加浓度高的尿液 或者其他的废水 将里面继续可以抽到更多的干净水 以前100滴浪费6滴7滴 现在100滴里面只是浪费2滴 所以我觉得一个对于长途的 长期的太空任务 以及长途的太空旅行 我觉得这个发明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如果说回原理 就不难明白 其实它就尽量少用到要用能源 最好就是你自己滲透自己的雷 自己按键压就压到它出来 它基本上里面就没有一些机械的机件在里面 你可以想象就是简单的一个雷水装置 在太空里面就麻烦在无重状态 你就不像你家里有些人都会买一些壶 你就可以把水 即是它有一个雷芯在里面 你就可以把水去等地心吸力吸水 然后滴滴滴 最后你下面拿出来的就是干净水 这个地心吸力有帮你去手 将干净水抽出来 太空里面无重状态 你很多时候就要靠第一 去自主的渗透作用 另外就是相信也要有多一些外力的装置 来帮你把水由一边去压过一个绑绑 滲去另一边 从而令到另一边获得干净水 你会看到在这一节来说 我们除了在天文学上的一个新发现 尤其是对于一些比较近我们的星 我们如何去看它 看得清楚一点 甚至乎我们将来准备去一些很近的月亮 甚至火星 我们的最新进展会是如何 似乎我们又邁进多一小步 下一节跟大家继续讲多一点 关于比较大尺度宇宙学的一些重要发现